我們來跟各位介紹那個Animai鏡頭動畫 事實上其實Animai還有它另外有一套叫Focus Guide這個簡報 它們都有一樣的概念 也就是說它們其實原始上都來自什麼 從飛行發展出來 那飛行發展出來 在標準的以前的飛行這個工具裡面 沒有所謂的攝影機的概念 但是呢這些軟體很厲害 它們都幫它把這樣的概念把它加出來 你看一下 我們上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也會叫鏡頭 那預設呢這裡應該也會跑出來 所以除非你刻意把它關掉 跟我們字幕剛好點檔過來 字幕是你沒打開你不能編輯 對不對 但是呢鏡頭的話是預設就會打開 就會打開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試看看 今天一進來有一個預設的鏡頭就是這麼大 對不對 好有沒有看到後面有個加號 這個地方有一個加號對不對 這裡 你可以增加一個自己的鏡頭 什麼叫增加一個自己的鏡頭 按一下 默示鏡頭就好 就預設的鏡頭 你會發現 當我來到這裡 外面有一個框框 有沒有看到有個框框 而且這個框框很好玩喔 你看它的左上角 好 有沒有一台攝影機 有注意到嗎 這就叫鏡頭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在做動畫的時候 欸我剛剛那個動畫出來的 然後就換 欸這裡要聽它講什麼 對不對 你就可以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呢 你看喔 我們從這邊喔 拉出來 然後呢 鏡頭 有沒有就拉近 就是我剛剛看到那個範圍 這樣你了解嗎 這是它它裡面稱作鏡頭 所以如果說欸我整體的畫面是這樣 那我可能需要做所謂的特寫 或鏡景 那你可以這樣子就拉過去 它中間這個長度 就是你這個鏡頭怎麼樣 移動的時間 移動的時間 你今天要比較smooth一點 你可以把它拉長一點 你要比較快速的移動到kink點 你就把這個時間短一點 這樣子 就可以 這是同一個畫面 我可以有什麼 不同的重點內容 這樣有沒有了解 了解了齁 好